很恐怖 在這個狀況底下 但是民國黨其實他的民調的數字沒有想像中的高 其實最主要大概還是時代力量跟綠黨在進度 在這個在代表第三勢力的這個力量在進度這個席字 這個是時代力量目前的狀態 那我們到底基本的主張是什麼 如果有人問的話 我們認為是還是回到這個最基本的主張上面 我們必須要回答一個問題 如果民進黨已經可以獨立過半的話 為什麼需要你們這些小黨 過去我們都認為說就是因為民進黨攻不下來的區 所以才有這個白色力量 第三勢力去幫你拿下那些區 去拓展這個票 可是如果今天民進黨在國會都有已經能力可以獨立過半的時候 這個小黨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為什麼不去加入民進黨就好了 對我來說非常簡單的一個狀況就是 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 我們之所以去選擇支持時代力量 支持這個第三勢力的小黨 那我們的理由當然是 其實我們當然對於我們第一要務 我們還是希望2016年蔡英文能夠執政 我們還是希望本土政權 這次能夠把國民黨一阻擊跨 希望他再也沒有這個 這個你知道 翻身的餘地 但是 即使在民進黨執政的狀況底下 我們還是有對民進黨不放心的地方 我們還是相信在國會當中 必須要有一個力量去監督民進黨 或是督促民進黨做出進一步的改革 如果你問我那個改革是什麼的話 有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那一些問題 包括說主權的問題 我們都記得在2000年的時候 大家期待陳水扁去當選總統之後 可以對我們的主權問題有進一步的主張 可是陳水扁上台之後 但第一件事情是宣布四步一沒用 當然我們都可以理解說那個時候還是 藍沿在國會是多數 我們可以理解那個時候 中國跟美國的壓力非常的大 可是這個地方也就正式反映出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當我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可以在主權的問題上面做出 多進一步的表示 那個是取決於人民的支持力量有多大 對不對 今天如果是一個民進黨取得多數的國會 但是為了要去穩定他的執政 他比任何一個執政黨都一樣 他一定會往中間靠攏的時候 你必然需要有一個小黨 作為一個監督或者是支持的力量 讓他有底氣去向人民說服說 我今天要往前走一步 是因為我國會當中有這樣的聲音 讓他有底氣去讓跟中國跟美國說 今天要做這個事情 是因為我國會當中有這樣的決議 或這樣的聲音讓我這樣去做 這是主權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希望在2016年之後 我們永遠得到的只是一個 就是維持現狀這樣的模糊的答案 如果我們希望在2016年之後 我們可以去把我們憲法當中 這個不合理的一個中國的架構 可以進一步的突破的話 我們必須有一個督促民進黨的力量 讓這個執政的過程當中 這個主權的問題可以往前進一步 這是主權的問題 我們可以一張來看 這是我實在一張目前在主權上面的主張 我們認為執政過後 第一件事情必須要啟動 重新啟動過去這段時間 沒有完成的修憲的工程 必須要把這一步把它走完 還有非常多的相關的政策 包括說第一件事情我們認為除了主權之外 除了主權之外 我們必須進一步進行民主的改革 台灣的解嚴當然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 很久的時間 可是台灣現在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化的國家 沒有 沒有 好 感謝 謝謝 好 就會有歡迎 為什麼呢 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主化的過程 在其他的國家裡面 你沒有看過很少很少有國家 是在他的威權政府倒台之後 還是由原本那個黨來執政的 在德國東德一倒台之後 馬上兩德統一 是一個民主政府在清理過去的轉型正義的問題 清理他的黨產 去把那些過去的執政的人 以及那些問題糾正過來 在韓國跟我們同一時間 啟動民主化的過程 馬上也是原本的軍政府倒台 由民主政府來執政 只有台灣這麼特殊的國家 是在解嚴之後 還有國民黨執政了13年 逃光於政黨輪定之後 國會還是由原本的藍營來過敗 所以你說台灣有沒有真正啟動過 完成這個其他國家去 在第一時間完成的民主化的程序 沒有罵 沒有罵 比方說為什麼在一個民主化的國家裡面 他的罷免的門牌怎麼搞 以至於我們在台灣推動這麼多的 戈籃圍的運動 到今天沒有一個戈成功 為什麼公投法的門檻這麼高 到今天我們要提出一個公投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全國性的公投可以承愛 比方說我們的國會 台灣的國會 台灣的立法院是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 用強會來處理事情的立法院 全部用強的 台灣現在立法院的這個強的黨團協商的制度 他也是在一個沒有辦法在國會改革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我們要問大家這個問題 1999年王津平就當院長了 當到現在16年 像我小孩在現在嗎 我要嚴肅的問一個問題 民進黨在2016年之後很有可能取得國會過半 但是我們有沒有在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想像過 2016年之後 你覺得應該由誰來當立法院長 你有沒有想過嗎 你覺得是誰 阿威是誰 阿威是誰 是誰 中威田的 蛤 中威田的 喔這是誰 哈哈 很感動的 真的啦 哈哈 因為在那個北京 有的人說黃柏昌 還說秋嫻智 你是第一在說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甲利 哈哈哈哈 對啊 哈哈哈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哦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是 民進黨已經都已經對外宣稱 各種民調都顯示出來說 會過半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大眾媒體上面 沒有看過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將來還是用民主的 民主的一些過程來展示 沒有錯 人選的話我們可以到時候來討論 但是我們有沒有去討論過 如果我們認為過去的立法院的這種作為 但是對以前的立法院有非常多的不滿 我相信會計法的修法 會讓收收的黑箱裡面 三十分鐘裡面通過 延期不要把你綁出來 用公費喝花酒的這種事情 可以處罪化 為什麼這種事情可以發生 如果我們不滿過去的國會的制度 那我們想要一個怎樣新的制度 如果我們不喜歡過去的立法院長 這樣的形式的風格 我們應該要在新的國會裡面 有什麼新的 我們要設定怎樣的條件 怎樣的人 可以當立法院長 這個我們有沒有討論過 我們沒有討論過 我們相信很多鄉親 每天都在準時收看政經現實PR 一起拿來翻轉 因為我發現說 一個禮拜看起來標題都沒有相同 但是討論的都是相同的事情 對不對 過去一禮拜都在講延戰嘛 就算標題不一樣 那個來賓講 你講也會講話一樣的事情上面去 其實也是狀況 可是這麼嚴肅重大的問題 我們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之前不敢想 我們之前都覺得說 不用想啊 那個阿朗爽也是王金平做議長啊 意思都是他嘛 可是台灣其實第一次有機會去改革 我們國會當中的運作跟文化 可是我們沒有想過 是怎麼樣的問題 如果我們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我們可能面臨的很嚴重的結果是什麼 你知道黨團協商那些是 所有的黨團在協商室裡面 只要一個黨團不簽字那個法案 就不能交付表決嘛 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相信說 如果今天上台之後 民進黨要在立法院裡面推動 討黨場政黨法的立法 國民黨不簽字 好感謝 你帶出的 就是說 過去的國會運作的文化 有這些很不合理的規定嘛 如果各位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以為執政了之後這些法都可以立嘛 國會都過半了嘛 可是國會有這個制度卡著啊 如果我們今天要修憲 那要動力了嘛 國民黨給你黨團協商不簽字卡著 要你拿其他法案來交換 要你去修 要你妥協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如果今天有民進黨的代表 在裡面 因為是黑箱的嘛 從來沒有轉播 從來沒有在公開他的會議紀錄嘛 如果民黨的代表在裡面妥協了我們的議場 可是我們從來不知道他的妥協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連監督都沒有辦法監督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這是給你